凯米台风过境强大的风势与雨势 让农民担心正在生长的作物孔会受到影响 而新山区下个月即将迎来甘薯季 凯米台风一走甘薯大梨的六股里里长 也赶紧到农民的甘薯田中来巡视 看看作物的状况也指出台风前采收的首批甘薯收成不佳 也期盼凯米带来的雨量能够让往后出产的甘薯节节可 发挥正常的产量 台风之前采收了 因为今年气候过于干旱都没有下雨 所以生长收成以后不到三分之一 首批四月中旬种下的甘薯 因为气候炎热缺乏雨水的关系节球不大偏向细长 反之甘薯叶是又大又茂密 而同一块田的农民本该采收六千斤的甘薯 今年出产不到两千斤 仅剩三分之一的收成 农民反而是盼望台风能够带来雨水 为甘薯的生长带来足够的水分 这一波台风雨势对第二批的地瓜来说反而是好事是吗 应该有所帮助 因为你回去都有一招 招有时候 你还记得知道 是要招有时候会生的药 会生的药 那药农民说想办法是不是要淹水下去 但是还好刚好下这一阵雨的话 希望说有助于地瓜的生长 实地走放六股林内的作物 稻米被风吹到 不过节碎饱满 没被风给吹掉 收成不受影响 至于还会出土的甘薯 则是还有半个月以上的生长时间 而里长也期待在八月底甘薯节之前 甘薯能趁着凯米带来的雨水 在土里好好长大 记得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